就算雨傘破了身體濕透 沒法治 就算冷笑冷到不是微熱 就算我向世界飛奔千百里 又再說 就算跌過百次再尋下次 溫室無非 逃避再或遇 相看像照鏡子 旅行仍此詩 曾相賺太好 力太多實意 孤單的滋味 天知我知 太幸福說事 也許要見過幾次 封到珍惜的意思 曾失望太多 就是多一次 不借的思念 永不可揭斷 追著緊的事 已經錯過無恥知 請讓我像心中拒指 認真 告你知 是 醫生還在搶救人 但是聽警察說 水果進來的時候 頭部重槍流了很多血 他進入手術室的時候 完全沒有反應 只槍有兩人的指紋 最關鍵的是他司機認罪 所以我們還要看在場的 唯一目擊證人的口供 子林? 潘Sir, 喬小姐… 喬小姐, 你好 喬小姐, 請坐 喬小姐, 待會認人情很簡單 稍後會有九個人站在那裡 如果喬小姐認得出 其中一個是當人開槍的人 請你說出她面前的號碼 喬小姐不用擔心 營人室裡有單片玻璃 只有你才能見到他們 他們是看不到你的 爸爸, 我想去洗手間 我和你去, 喬小姐 你們可不可以出去? 不好意思, 喬小姐 我們職責所在 我要你們出去 對不起, 喬小姐 請你們倆解 喬小姐 爸爸, 不如你跟我進去吧 喬小姐 根據條例, 你只能一個人進去 不過你放心 我同事請坐在裡面 你到時候有什麼需要 或者不明白的 我們可以儘管問她 是呀, 不用怕 爸爸在那邊等你 好 喬小姐 這裡有九個人 你看看能不能認得 多顏誰槍傷二宿的人 過來 喬小姐 你可以開始認人 喬小姐 你可以開始認人 好連WA 你給亂掉 你給亂掉 來, 讓開 出去吧 你可以去吧 寶貝 寶貝 不好意思 沒事, 沒事了 橋先生, 娇姐安婷回家了 橋先生, 你進去, 我在走廊等你 二生 他的潮風怎麼樣? 橋先生, 橋先生腦部中的槍擊 出現爐內壓和水腫 復原時間會長一點 而且因為槍傷已經開動腦神經系統 橋先生醒來之後 很大機會會有後人症 要有心理準備 好, 我會跟橋先生說 橋先生, 我在上海和重領的公司 沒人搗亂, 還打上很多伙計 一定是鴻二所為 他若然這樣做就可以逼到我 叫他只能收口, 上床女收 鴻二這次擺明了, 看我們眼眉 他做錯誤, 我們做十五 無論如何都要給我拿顏色的看 橋先生, 你先開口聲, 我馬上做事 行… 事關重大, 一定要通活處理 好, 我通知上面加盒保安 以不便應萬便 要開車嗎?說行就行嗎? 剛剛落地近百個, 你買椅子也賠美 你, 你也傻傻 要不然你跟車太貼撞到我 你賠給我差不多 你沒事吧?不認識我嗎? 知道你是老鼠嗎?不賠米洗脂酒 別動手, 別動手 我是市民人, 我找律師告到他甩褲了 什麼?現在是兇我嗎? 我沒有兇你, 我跟你說話而已 你死定了… 沙司Sir, 龍Sir, 他打人了 Sir, 我沒有打他 是他跟車太貼撞到我的車 如果沒什麼大礙, 你就自己搞定他 搞不定的就報警 你們倆是不是差人? 他動手打人, 你們就走旁觀 信不信我打你們所分職手了? 唐先生,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幫你打交通警過來 就是打招呼, 我打招呼你, 我打招呼你 阿桃, 你上後山發言可疑人物 我跟龍女了解, 我要報警 收到, 報警, 報警, 打招呼 對, 給我加水 翹小姐, 麻煩你開門 翹小姐, 你可能有危險 麻煩你開門 翹小姐 發生什麼事? 翹小姐, 後山發言可疑人物 我們要確認一下翹小姐的情況 打開門也沒人認 翹小姐 群姐和小姐, 幫你悶時來 阿桃, 我們發現一名 粗內地口音的中國籍男子 我們想前置散開一陣 他突然拿一支槍出來 我現在跟龍包抄響他 大家小心, 招呼 翹小姐, 你們不可以撞亂的 翹小姐, 別妨礙 翹小姐… 翹小姐, 翹小姐, 醒醒 翹小姐 你先出去吧, 先出去吧 你先出去吧, 沒事的 不用怕, 沒事的, 不用怕 阿桃, 我們截了那傢伙 檢查過他手持的一支改裝氣泡槍 沒什麼殺傷力, 應該來嚇人 我們搜過他的背包 有些餅乾和水, 應該是普通話喵喵 CID那邊的接助手 阿桃, 你們先去打招呼 我早就說過不要騷擾我的女兒 你現在想怎麼樣? 一堆人衝上以後 還再回入了我女兒的房間? 翹先生, 當時情況緊急 我們不知道翹小姐是不是安全 所以只能夠撞入她 緊急?我和我老婆在拿鑰匙 你等一、兩秒也不行嗎? 有時候一、兩秒也可以發生很大件事 如果這件事是嚇倒喬喬小姐的 我很抱歉 我不是要你道歉 我只是要你保證而已, 別下次 對不起, 翹先生 就算下次發生同樣的事件 我們依然會這麼做 我這樣說, 不是想和你爭取 而是希望你尊重我們WPU的判斷 阿桃, 等我來 我支持你的, 這次沒做錯 如果那個傢伙不是喬喬喬殺手 泰他有什麼好處嗎? 多謝也來不及阿桃 不是, 說我們嚇倒她的女兒 別說她的女兒小小事都受不住 那天她認人而已 她好像發瘋狂, 不斷去喬 認人而已, 不用怕成這樣吧? 根本就是翹江先生太中她的女兒 保護到一棵溫室小花 現在小小事就發體驗 這個老闆真是難服侍 大家都辛苦了 不如讓我鼓勵大家吧 阿桃, 是不是今晚交間 之後插一頓勁嗎? 好啊 不是, 我打算唱一首歌 激勵大家而已 什麼事? 師姐, 這隊應該是… 幫大家聽到 這個, 謝謝 阿琛, 馬上回來總部 有話要跟你說 進來吧, 柳Sir 柳Sir, 你是不是有事? 坐吧, 急著叫你回來 因為喬小姐那邊, 情況又變 不知道是不是大喬先生 對我有什麼意見? 你以為我想來投訴你嗎? 從第一次開始 我要求柳Sir 派你的隊友去保護我的女兒 是因為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我一直上來 是要求我女兒得到特別的照顧 其實我女兒有些私隱 我是不想外面人知道的 但是為了她的安全 我只要很坦白地跟大家說 你們所認識的喬子林 她不管周圍的人, 對人很孤 有時候不管任何場合 她都會大發脾氣 那些不是大小姐的脾氣 是因為她有情緒病 尤其是在陌生的場合 她的情緒更會失控 子林在小時候遇到一件 白痕的事情 而這件事導致她打擊很大 甚至有創傷後遺跡 也因為這樣 她藏起自己 很抗拳接觸外面的人 本來這幾年她的病情 已經好很多 直至她親眼看到她二叔被槍擊 她的病情開始惡化 但就加上之前的營養手續 所有的壓力 將她的情緒推向幾乎崩潰的邊緣 這麼多年來 子林都有吃安眉藥的習慣 她才可以睡 來, 過晚你推醒她 她的情緒才會失控 翹小姐 許Sir, 我想你們都留意到 好, 經常有一位女士出現我家 其實那位女士 就是我女兒的心理醫生, 醫生 翹先生 本來是因為我女兒的安全 我盡量不讓她出界 但是醫生說 但是最好鼓勵她多接觸外面的世界 可以減輕她的病情 也容易康復 所以我現在要求樓上 希望能夠加強報案 就在翹小姐不喜歡被人 近距離接觸的特殊情況 帳頭已經批准每家派人手 讓你可以安排得好一點 明白 好, 還有, 翹小姐的病情私隱 不需要跟其他手足說 是, Sir 你們所認識的翹子林 他不管周圍的人, 對人很酷 有時候不管任何場合 他都會大發鼻起 那些不是大小姐鼻起 是因為他有靜水病 阿龍, 有蠔, 養了它 對不起, 慢著 阻礙了 這隻大蠔, 以防萬一全包抄 收到 借過一點 怎麼搞的?你們是不是耍耍 買個小姐過來撲貨吧 我看得出來你是故意的 先生, 你是不是想找書 或者過來看我幫你? 不好意思, 這邊 走了, 我上回合團 全世界收檔, 送老闆走 老闆, 帶門櫈乾淨 照顧外宴也沒有淨 收到, 再見 正常是正常的 老闆, 再見 老闆, 走 好, 大家休息十五分鐘 頭, 天堂火燭 天堂火燭, 火燭, 火燭, 火燭 郭丹麗, 緊急疏殺成罪 收到, 楊小姐 楊小姐, 有問題, 要走了 楊小姐 我的琴 楊小姐, 你這麼危險的 要拿回我的大替琴 楊小姐, 什麼事? 我要拿回我的大替琴 大曹, 你先休息一下, 我幫你 我休息一下 楊小姐, 走 八蛋, 我沒接應 收到 小姐, 你沒事吧? 怎麼搞的? 剛才那兩個救護員 我訂了她也不管 老朗 又不是老朗 又不是老朗 老朗 拆了 張奎 股料病, 我出手了 好, 保留病出手, 撤退 放哪兒有鬼 你先把琴碰一下 我可以把琴碰一下 我可以把琴碰一下 你把琴碰一下 你把琴碰一下 不算搶著琴, 我去擋子彈 伯伯, 集團他 阿斗, 收到 Jason, 小心 威風, 集團, 集團 威風, 集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沒有問題 子林 爸爸 翹先生 誰沒醫生? 翹小姐應該沒什麼大礙 她是擦傷一點點 但我們安全起見 待會也會跟她照照X官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受傷 謝謝 有個狀況在哪裡? 翹先生, 要不要我打給Professor Kong 好, 你跟她有報告時間 跟子林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是, 翹先生 爸爸, 剛才和我同車的那幾個人呢? 他們整個都應該沒受傷 放心, 我要求把他們安排在你身邊 翹子龍 稍後麻煩你拖身來, 我們去照X官 爸爸在前面等你 翹哥, 來 謝謝, Professor Kong 翹先生, 姚貞姐轉院的事已經辦了 這句聲音真實在太過分了 從惡團起火, 假扮救護員 找進去惡團暗殺 到了公路槍戰 很明顯兇徒是有在連串的部署 務求要殺死翹子龍 幸好你一早有計劃B 帶翹小姐從後門走 我也是根據有突發事件的指引做事 好了, 剛剛收到消防的初步報告 他們說在惡團有多處地方都有火頭 包括在天台、練習室 和二樓窗門的梯間 在這個地方他們都發現了 有玻璃瓶碎和汽油漬 相信是有人釘汽油彈又是放火的 練習大火大火, Sir 但是我們前後門都有手足守住 他們怎麼放火呢? 這一點重案組派人去查過 不過, 在惡團旁邊 有一棟別墅已經丟空了一段時間 重案組在別墅的天台 發現了有幾個背心袋 裡面佔了殘留的汽油 經過檢驗之後 跟在惡團火頭所發現的是一樣 相信兇徒曾經用來承載過汽油彈 即是你兇徒先踩過 知道你一直保護翹子龍 很難直接下手 所以趁翹小姐回惡團練習的時候 在旁邊的天台訂汽油彈蓋放火 製造混亂 等白車來到的時候 就假扮救護員 運用到惡團裡面進行掩殺 他們一樣有判必 以防萬一那兩個假扮救護員失守 他們早安排了一群殺手去追截 打算槍殺喬子林 這裡是WPA組, 以頭增援 不過幸好阿芯你夠聰明 預早叫支援, 終於將殺手制服 那那群殺手是什麼人? 他們全部都是瀋釀人 早幾天才偷渡下來 他們什麼都不肯說 不過相信還是替雄二做事 這次雖然他們全軍覆沒 但是我相信雄二不會就這樣放棄 我和那群手足會踢緊一點 這次你們整隊表現非常好 警局性高, 反應又快 尤其是李阿芯 你絕對是一個好主持人 謝謝, Sir 別這麼快說謝謝, 我剛剛想說 你不應該一個人幫喬子林 又去火場拿回大提琴 你應該知道 沒什麼比我們的老闆重要 即是喬小姐的安全 對不起, 劉Sir 因為我知道喬小姐很緊張大提琴 我想如果我替她拿回琴 她會更加配合我們的撤退行動 但你有沒有考慮過 這種不符合指引的行為 有可能會影響整個保護行動 對不起, Sir 我保證不會再有下一次 見了 進來吧 早安, 爸爸 早安, 怎麼這麼早起床? 昨晚睡得不好嗎? 不是呀, 我一覺睡到天亮 還沒吃到安眠藥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太累了? 我看你沒耐吃早餐 還以為你不舒服 我沒事 不如陪爹地出去吧 我們去淺水灣呼吸的新鮮好工業 爹地, 你不用陪我了 我今天不想出去 你今天精神很好 我要照顧他 他昨天差點被火燒 然後在車上撞來撞去 我要跟他由頭、腿、腳檢查一次 然後幫他突發好聲音 還要幫他打納 我想也要做一整天了 對不起, 爹地 真想不到我這個做爹地的 會輸給大提琴 不是呀, 爹地 爹地開玩笑 我知道你緊張的琴 多緊張你自己 這個琴是你哥哥留下來的 對你來說, 它有價值, 很重要 但是對爹地來說 你是最重要的 你要答應爹地 無論你怎麼疼琴也好 不可以像這次那樣 上樓有個火象撞回琴 萬一有什麼事, 爹地怎麼樣? 爹地已經失去了你媽媽 失去了你哥哥 我是不可以失去了你 這次幸好多虧許Sir幫你拿回琴 不過他這次這樣做也很危險 我相信他上司也不會贊成 因為正常的程序 他要第一時間帶你走 走嘛 誰啊, 喬小姐 不是有什麼事嗎? 你上司有沒有怪責? 你幫我拿回大提琴 他不應該說你的 沒事的, 我上次都提醒我 行動的時候要懂得分輕重的 更何況這件事 我在處理上是有些問題的 不好意思 謝謝你幫我拿的大提琴 喬小姐 紫洛蘭不能債 謝謝你 謝謝你 是你天智我智 太幸福越是也許要變過的意志 成熊的兄弟, 大哥無端端把我弟弟 阿水搞到醫院, 我也沒跟他計較 你說他的弟弟 拍了幾個殺手就想買起我女兒 你說豈有此理? 這幾個沈陽佬真的瘋得無補 還有這一局, 過了我的底線 我沒得再忍了 所以今晚請了阿邦哥來 基剛和韜哥, 希望你們可以幫幫我 阿山, 我跟你多年交情 子林又有個小侄女 我絕對包飯八支持你 只不過是怕全世界人夾住 你知道, 事情被搗亂了大法官 怕做起事上來, 棘手又難道 再硬我也不管 你, 任何人只要動我女兒 只能搬頭髮, 我也不會放過她 齊先生, 方哥, 基哥到了 方哥先生, 怎麼這麼遲 不好意思… 對了, 阿韜不是跟你打球嗎? 我說打完球, 趕快趕過來 阿韜說他不太舒服 叫我跟你們說聲不好意思 他說下次地局就一定要遇他 人家拿了大紙巾就轉食齋了 聞到雨聲就不舒服了 對了, 下次吧, 下次生地搗亂的時候 他就自然康復了 對了, 生人沒得搗亂了 不如鬥地主吧 好… 其實鬥地主也好, 搗亂也好 無非看誰的本錢厚 你看沈陽那三兄弟 懂得用錢買通人物 找人在家裡撐他 只要我不認識, 只要我決定做事 我本錢隨時也好過他 那倒是, 我說不相信 我們鬥不頑皮, 那幾隻瘋狗 生哥放心, 我一定支持你 我們支持你 梁哥, 你不讓我進去見生哥 後果是不是你負責? 梁哥, 讓你進來 我也叫你讓我進來, 是不是? 基哥幫我, 生哥… 什麼事? 大陸佬對子林不利 我知道你找人幫忙解決 但是剛好我在內地做生意的伴侶 他在上面認識很多人 他認識的朋友 證戒也有, 商戒也有 黑白兩道通了 散哥, 只要你一句話 你說就行了 我立刻叫我的伴侶拉我 一窩炒起沈陽三兄弟, 說也沒那麼容易 真的這麼容易? 我們什麼都不用談, 專心鬥地主也行 幫我敬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說我敬過你們 是, 但是有時候對小孩要用小孩的方法 兩位叔叔你們有頭有臉 有些是不方便出手的 生哥…其實我真的有能力去幫 行… 如果這個朋友真的有方法 你再通知我吧 行…你玩得開心點 什麼都不要想, 我想了 人多一點… 阿山, 你真的相信他有辦法? 就讓他走一下吧 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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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修圖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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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當作脾氣 不可以了 是真的嗎?是誰?是哪一家醫院 三叔,前面的三叔牛雜 你沒聽過嗎? 阿水 新奇三 大哥… 怎麼樣?你肯醒了嗎? 我還看見袁老王把你逃跑 袁老王真的比我餓 是我,但我不掃他 我拒絕了他,我跟他絕交了 是… 杰先生,他要有這樣的情形 什麼時候可以出院? 三、兩天,三、兩天都應該可以出院 我們下午幫了一個檢查 他腦裡的積血和水腫都應該消除了 勞內壓也回復正常的準備 好… 大致上應該沒什麼問題 大致上,不過你們也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始終我頭部中了槍 難免會有後遺症 醫生,那我雙手還能彈到琴嗎? 彈琴沒問題 醫生,你真厲害 本來我雙手說不會彈琴 你搞一搞,你現在會彈琴我 我好想… 大致上 大致上,究竟有什麼後遺症? 細橋先生頭部中了槍 一顆子彈剛插頭,腦神經線 令到部分神經線受損 因而影響到他左腳的活動能力 日後走路上來,可能不太方便 我一顆黃金左腳,我以後怎麼踢球 怎麼踢球?大致…怎麼辦?大致 對了,大致上,有其他方法 醫護的腳就要弄我 他的豬瓜也沒問題 真的很抱歉 以現根據醫學來說 腦神經受損,還有方法可以醫治 我們只能替他做物理治療 盡量幫助他強化左腳的活動能力 希望他比常生活能夠減到最少的不方便 我們先出去,你們慢慢聊 謝謝… 算了,大哥 我以前一向都不怎麼踢球 還想踢球,都是人家的胃球給我 不踢不踢了,算了算了,不踢了 當然不是,不踢了就不踢了 我都幾十歲了,甚至球王也退休了 至少這樣,大哥,買一對球 你做班主,那群球員任你沒有就好了 大哥,你真好,大哥 不過,我可不可以讓女子足球隊 對… 用買一對最好球 對,終於哪一隊買哪一隊 你給我看她看 你給我看,你給我看 你對,小同學 先生一定是不認得我 就是跟巴打說話 你去哪位? 我 我碰你而已,你爆胎嘛 真的有空住院,下半世不會失戀 還可以,這個還可以… 好了…我吐不得了,有話說 也好 大嫂,大嫂 二叔,你平安回來就好了 我已經叫群姐煮好合桃蓮子 煮了朱古葛湯給你喝 是嗎 還有冬菠玉給你送兩碗飯 什麼時候都說大嫂最知道我的心意 你又說跟師父學佛 剛出院,顧著吃冬菠玉 寧可不約足,不能不吃肉 要嚇一跳 細橋先生… 細橋先生 師長 你好…糟了,那個腦子壞了 還不認得,這位是… 我替你介紹,這位是甚麼事 剛加入來幫忙保護拳小姐 細橋先生,你好 幸好我腦子沒有壞 新來我,我們以後可以一起玩吧 別人是你工作的,整天只顧著玩 做完正經事就能玩吧 子林呢?在上海練琴嗎? 二叔 子林… 你沒事吧? 我沒事 過來… 二叔,我的腳怎麼了? 我的腳…我腳沒事 這一艇正宗叫做打批腳 不用休,就是這一艇 你的腳怎麼會弄成這樣? 其實我不太明白 明明我的頭有事 但是大家都關心我的腳 不是關心我的頭 你們不太對,每個人看到我都是這樣 那你的頭有事嗎? 都是子林乖,懂得關心我的頭 我的頭沒事了 所有洞都填好了,沒事了 不過二叔反而擔心你 看過,上次又槍戰又火燭 有沒有穿又難,有沒有嚇到… 鼻孔洞沒肉 真的沒事 對,看起來精靈靈靈靈的不錯 保護證人,保護得不錯 許Sir,麻煩你 再睡覺,小姐 好了…剛出院就上房休息一下吧 這麼多話要說 日後就有很多時間要說 花枝林,扶你二叔上樓吧 不用扶,我拖著你,走 走,走,走,走 走,我們去睡吧 橫風橫雨這麼吵,怎麼睡? 好了,多一點點,希望可以睡得更好 來,來 杜先生,沒事了嗎? 沒事… 翻風直腦冤而已,沒事… 謝謝你,許Sir 謝謝… 扔垃圾也扔不了 那是不是叫垃圾也不如呢? 我的腿受了一點傷 那倒是,醫生也是這樣說 我的腿有點不方便 我這樣想,我有兩隻腳 一隻腳不合理,就用另一隻 踢球也踢不了,有什麼所謂 我開車也還有自動球 廢話吧,我有司機載我 要怎麼自己開呢? 所以醫生這樣跟我說 我的腿有點不方便的時候 我沒事的 昨晚在醫院,我還在想 我在想,我在學佛的師父 跟我說過幾句話 行也了,喜也了 行住在我一起了,了了了了 我還以為自己得到大智慧 什麼都可以了 原來說就容易 我剛才拿一罐啤酒,扔一扔 我才發覺,我簡直是廢人一個 原來真的受傷了,並不是什麼說了就了 西居先生,你知不知道你睡在醫院的時候 我找到報紙雜誌怎麼寫你 怎麼寫? 他說你的頭中槍,不白癡也變坦 要不要這麼獨立 最輕奇的一本也說你坐著銅妖 所以說你現在八卦雜誌真的要凹膠袋 大人、小孩都不能看,這麼黑心也有 他說什麼也沒用 最重要是你龍精虎晚出院 只是左腳有點不方便 我幸運而已 但是連Macy和師姐都說你遲足媽媽 說五款 說起來有點像 我一向都說我有女人緣 兩個Madam對我不知那麼好 許Sir,你也很會安慰人 可能我從小在高原院大 我是高原院頒獎 一時候還有什麼想不開、不開心 修女傢伙叫我哄你們 你現在真的把我當成年輕人嗎? 不過做年輕人也沒問題 最重要是可以選修女姐姐哄 那會開玩笑而已,沒事吧 出去做事 好,我也睡了 頒獎 我知道 收到 也许要变过几次 放到珍惜的意思 失望太多就是多一次 不捨的思念不可揭示 追着近的事已经错过无可知 请让我将心中举止 认真说你知